大家好,我是死侍 今天要教大家 不一樣的東西 今年很流行什麼? 什麼就疫情嘛 新冠病毒 我們電視常看到教導我們要常洗手 注重衛生習慣 但是有些小孩就比較 不了解為什麼 要常洗手很麻煩 所以我們今天要教大家一個比較 活潑、生動洗手的設計 也有小朋友的啊 他們教學 又可以增加親子互動 設計之前我們要準備幾樣東西 給大家看一下 第一樣就是 彩色筆 這個是很久之前留下來的 九十年的 不知道可不可以用 第二樣就是 鉛筆 第三樣 剪刀 然後最後一樣就是 圖紙 這個是我作為安裝的設備 留下來的安裝圖 因為它背面 很大一張 超大 我們就 想說能省這省下來 這個背面還可以利用 你可以來教大家又可以 兼具環保效果 不要囉嗦 上製作給大家看 好,Let's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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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Let's g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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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今度一段時間製作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終於完成了 然後準備開水龍頭 啊 出水了 流水出來了 準備洗手手了 我們可以透過這樣 然後邊做邊跟小孩教學說 你看 手經過水之後 病毒都 可以把它擋住 洗下來喔 小朋友就可以 更清楚的知道 洗手的重要性喔 你看 噠噠 這就是洗手好亮晶晶 病毒都沒辦法 入侵我們身體喔 小朋友大朋友們要乖乖洗手喔 謝謝大家欣賞